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民党的党魁的选举上来 而且经过两轮的投票才当选了自民党党魁 党魁因为自民党是执政党 所以党魁的更迭当然也变成顺理成章 成为日本的新首相 可是他后面终究没有民意的一个支持 所以你要增加你的底气 让你施政更能有力道 你最好能够重新获得人民的认定 人民的肯定一个支持 所以石破冒就说那我们进行国会的改选 那如果能够赢的话 那这样表示石破冒时代真的是到来临 结果呢 没赌赢 读书了 读书为什么呢 选的很差 而且很差 表示老百姓对自民党不信任 不信任 自民党已经连续执政12年 这一次是他首度12年了 首度没有办法单独过半 那么和他的结盟党公民党联合起来 也没办法也没办法过半 因为应选465席过半是233 就这是自民党和公民党加起来 只有215不够 不够不够呢 更糟糕的是215虽然不够 但自民党选的很糟 他在选前还有247席 但是选后呢 只剩下191 大跌了56席 公民党也跌 公民党呢 选前有32席 32席 那就选后剩下24 跌了8席 连公民党党魁啊 自己选这个议员都没选上 都没选上 那谁选的好呢 反对党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选前98席 这次选了以后 大大呢 就增加了50席 达到148 虽然他还是国会第二大党了 还是没办法说选的好的执政 他也是一样不够半吧 可是他从98增加到148 这次党魁野田家宴呢 就很神奇 野田家宴说 那我要争取这个 这个这个首相的位置啊 那么第三个大党呢 是这个国日本的维新会 维新会它的总部是大阪 大阪呢 它是原来44 虽然它跌了6席 但是38 仍然是那么重院的第三大党 那还有一个国民民主党呢 7席但增加了21 变成了28 而且也算是颇有战获 那其他的当然还有 令和新选组啦 日本共产党啦 这个小党 上次当选了呢 就问了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石碰棒呢 他在他在竞选的时候啊 他在这个全国走偷偷啊 他跑了27个都道府县 跑了14万公里啊 那么为了70几个候选人 辅选 结果呢 辅选的结果呢 只有13个胜 63个落败 所以也就是说 他本来想打出 我是新首相 我有国民人气啊 本来说党内是不支持 党内我是非主流 但是老百姓支持我 但是到处复选 结果依然落败 落败 那很多日本分析下 讲说落败的原因呢 最主要就是 人们感觉自民党不会 不会反省啊 自民党内部 其实本来两个重伤啊 一个就是 呃 就是跟那个统一教的关系啊 就人们讲到 你是不是没有做到政教分离啊 然后第二更重要的是 政治现金 啊 以前安倍派的 很多政治现金的丑闻 闹出来 所以很多派系 因此就解散了 解散了 那么 但是 但是 人们看不出来说 你自民党对于这个政治现金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反省能力啊 在稍早的时候 在自民党党魁选举的时候呢 九个候选人要选党魁 那记者就问这个候选人 那你们对于政治现金啊 是不是重启调查了啊 你有什么样的态度啊 那每一个人都讲的 这个模棱两可 并没有展现非常改革的一个决心 那这次选举呢 那就 就安倍派那些 因为你有涉及政治现金案 理论上你不能 党不能提名你吗 还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 出来选 独立参选人身份出来选 没有提名你 可是呢 又被发现 好像党部有给钱 那当然 那当然这个 什么嘛 说不是那是给地方党部的一个 一个经费 不是给选举经费啊 但两千万日元的这个事情 就发下来就吵得沸沸扬扬的 他说你根本没有想到要改革 没想到改革 那当然老百姓觉得很失望啊 他说那 立宪民主党呢 他当喊出来的口 喊出来口号 就是就是 凡是就改革嘛 啊 那么他讲说 政党轮替才是最大的改革 要恢复日本老百姓 对日本政治的信心 他就打这个就可以 就可以赢了啊 但是但是问题是 这整个自民党的败的太快 败太快 人反对党都没想好 你说像反对党 马上就结合起来 去组 去去去执政 他们也没准备好啊 也没准备好 也没准备好呢 所以现在还是自公联盟 自民党国民党联盟 那么他找谁啊 一般来讲 可能会找那么国民民主党 就28席的国民民主党 国民党来组 那这样就够了一半了嘛 那是不是组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三党联盟来执政 那么石破茂呢 他当然说他不会辞职嘛 因为他刚上来 才一个月 那选的不好 其实严格来讲 是对自民党的沉恶 自民党过去的一些问题 这个并不是针对他 可是就算他没有辞 他也可能是一个 非常弱势的首相 而若想这时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政局 那充满了一些 不安定的一个情况 第二新闻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 以色列轰炸伊朗 以色列轰炸伊朗 当地时间礼拜六啊 10月26号早上 以色列轰炸机 炸了伊朗啊 西部的三个省 德黑兰呢 还是西部几个 几个省 那三个地方的军事设施 这时呢 以色列这个呢 这点 这次倒是还是蛮听 这个 美国的话啊 因为美国要求以色列说 你若真的要 真的要报复伊朗 那么你要自我节制 那以色列就承诺啊 那么第一个 他不会炸 他的盒子设施 第二不会炸 炼油设施啊 这果然这次没有 还是针对军事设施 那军事设施呢 是一般来讲 所以和以色列温和派的 这力量呢 重新上来啊 那温和设施 那么军事设施呢 在炸了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是 那命中了两处 飞弹固态燃料混合设施 击中了12座混合器 那这个飞弹燃料的混合器呢 那是在国际制裁之下的 这个 这个混合器 那所以你如果炸了以后 它在国际上不见得 能买得到啊 你说你黑市 当然可以想办法 但是对伊朗的这个 飞弹生产飞弹的能力 造成很大冲启 然后第二个呢 它炸了三个 包括俄国支援的 S300防空系统 这个当然也是 俄国很没面子 防空系统都被炸掉了 反正防空系统都没用了 S300 那当然有更先进的是S400 但是伊朗这边呢 是上一代的S300 防空系统被炸 被炸了呢 以色列官员就讲了 在防空系统没炸 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 大家都被以色列毁了 以后以色列飞机 进到伊朗 可以如入无人之境 但是这个规模 所以伊朗怎么看 它这个被攻击呢 伊朗说 以色列如果要吹嘘 对伊朗造成多大冲击 那是吹牛 也没有很大的冲击 但是你要说 这个攻击 对伊朗没有造成伤害 那也是谎话 那也是有伤害 也就是说伊朗承认 那是有所伤害 但是伊朗说 没有 没有你外界讲的 那么样的严重 所以他说 他战时不会报复 没有谈到立即报复 他只讲说 他现在 就是任何的军事行动 没办法阻止 伊朗发展先进武器 但他并没有说 我要怎么报复 那么伊朗的做法 伊朗现在才是外交公式 他希望能够 跟西方重建关系 能够解除 他的经济制裁 所以他也希望 跟阿拉伯国家 包括沙鲁地 把他们重建的关系 所以他有一盘棋在下 他不愿意为以色列的 你这攻击而打乱我整盘棋 那一般的分析 以色列攻击呢 也是非常精准算过的 算过的就是 我传达了讯息 告诉你说 你伊朗 你不要轻取妄动 你不要想说 攻击报复我 因为你的防空设施 你的飞弹的生产能力 都被我炸了 可是呢 我炸了 我还留了一个回旋空间给你 让伊朗可以找到下台阶 并没有说炸得你很惨 你非报复不可 没有到那种地步 但是你也可以下台阶 可以不报复 但是我讯息也传到了 就大家呢 都非常精准的 在做这次攻击 那因为中东 其实没有升高嘛 油价 就下跌了 油价非常敏感 非常敏感 所以表示能够克制之下 油价就下跌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中东的这个情势 那后续会有什么发展 当然我们持续关注 第三个呢 那么就我们看到朝鲜的部队 朝鲜部队呢 北韩的部队 不是我们以前讲说 被派到派到这个俄罗斯吗 派到俄罗斯 那结果南韩的 跟这个这个北约就讲啊 北韩部队派到俄罗斯 那北约的这个秘书上 吕特本来就说 如果证实的话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势的身高啊 如果证实的话 10月28号 吕特秘书长说 证实了 证实 就是证实 就是就证实你的部队进去 部队进去 然后可能派在俄罗斯 派在库尔斯克啊 那么以前 乌克兰打下了 就入侵了库尔斯克嘛 占领了俄罗斯的领土 但俄罗斯很多又把 库尔斯克州 很多土地又收复了啊 光复了 那么可能的北韩的部队就过去 可能在库尔斯克啊 那怎么定位北韩的部队呢 那南韩的国防部长就说 北韩的部队应该被定位成 佣兵 而不是派遣军 你派遣军你要穿北韩的军服啊 在佣兵你穿俄罗斯的军服啊 听俄罗斯的指挥 那我们就看到很多新闻 谈到俄罗斯人不见得喜欢这群北韩人嘛 那不晓得该怎么跟他们相处 怎么指挥他们 那也有一边分析说 北韩的这个部队呢 他本身他过去训练看似精良啊 但是没有经历过现在新的这个战争啊 无人机攻击啊 这个战争 那新的战争形态 北韩的部队不见得行 不见得行 现在就看了 北韩部队如果打得很好 那金正恩就很得意了 那对南韩当然有更大的威胁 北韩部队打得不好 两三家被歼灭了 那金正恩面上无光 但是也有一些分析家说 西方呢 把北韩这个当作笑话 把北韩部队去派去啊 当作啊 你弄的一个民音图啊什么 你们低估了北韩 低估了北韩什么 低估北韩的这种激进啊 疯狂啊 侵略的性格啊 你们就低估了 所以有些西方的专家说 不要低估金正恩跟普京啊 他们是比较疯狂 比较激进的啊 那么北韩还有很多部队会派进来 那到底怎么样 我们当然在看 但是重要的是南韩呢 跟美国当然进入 呃做两件事 第一个呢 就是10月31号的时候呢 南韩跟美国进行第六次 二加二会谈 在华盛顿 二加二呢 就是国防部长跟这个外交部长啊 那这是上一次是2021年 在首尔啊 这是在华府 二加二会谈的 谈的到朝鲜的情势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跟北 跟这个南韩呢 进行演习 韩美空军呢 在10月21号到11月1号 刚好实行大规模的空中演习 在空中演习呢 那个代号叫自由旗帜啊 就是旗子啊 挥舞自由的大旗 那么除了韩美空军以外呢 驻日的美军 澳大利亚空军也来参演 那值得注意的 这是有个特色 就是就是战斗机啊 就载人的 有人呢 有人载人机和无人机一起执行任务 啊 你以为他以前发了无人机 他想着载人机跟无人机一起执行任务 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的 新的一个作战的形态 那这种作战形态对东北啊 有什么影响啊 也就是说 美国跟韩国加强戒备啊 那么那么驻日美军也参加啊 然后也联系了北约啊 韩国也派了代表到北约 那这个整个布局会有下一步 什么样的后续行动 当然我们持续的关注 所以大概呢 三大块的新闻 为您将整理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